第一個是針對憲法法庭 事實上我從以前 大概快要上個時期的時候 在跑大法官的時候 他幾乎就是大概 禮拜三或禮拜五 做出示現 那這個大家也認為 因為這個所謂的 暫時處分這件事情 因為他會攸關到 後面的相關的一個處理 尤其是我們都知道 現在藍白 其實就是磨刀霍霍 迫不及待的想要把 不管是請我們的總統 到立法院進行相關的一個 報告或者是說 急問急答 那還有想要成立 相關調查小組 尤其是彈啊 超市啊這些的議題 你都會發現一件事情 如果這個暫時處分 不趕快進行 不趕快做出一個裁定的話 他所牽涉下去的影響性 是沒有辦法回復 也是影響很大 這也就是為什麼 會在這樣的時間點 然後趕快做出來 那第二件事情 我覺得做出這樣的一個裁定 其實我們每一個 稍微有點憲法知識的人 都知道事實上 差不多就是 就符合人民的預期 沒有太大的一個 超乎我們所影響 想像的一個情況 但我比較超乎我想像的情況 是吳宗憲委員的一個反應 他竟然直接說 那我們就四年來就做這件事 內法委員的一個職責是要立法 尤其是希望可以福國立民的 相關的法案優先順序 應該是要推出來 不是讓你好像跟大法官的 你跟大法官的 你四年來就只做這件事 那請問一下 那你把人民放在哪裡 所以我覺得吳宗憲 他其實在講這些話的時候 我會覺得完全沒有 我眼裡沒有人民 只有想說你做出了這個 財定人不符合我的意思 他說我當四年立委 我四年跟你號 對啊 奇怪了 你四年對我們 跟大法官號 那你把支持你的人 把支持你的這一些 相關的民意放在哪裡 民意希望你跟他號嗎 民意不希望吧 我們現在新北市 有一大堆的案子 對不對 然後那個創意司法的東西 也在那邊進行當中 調查當中 這麼多的案子 大家希望你們在法律上 可以為人民做一個 譬如說這些相關的犯罪 要公布名字 這樣的一個修法 不是要你把四年時間 去跟大法官號 那再來講到柯文哲 事實上我覺得柯文哲 這樣的發言 是非常非常不應該的 你不可以就是說 好像大法官做出了 一個裁定的結果 跟你的預期相反 你就覺得說 什麼跟六成的民意 請問一下 你們現在藍跟白 加起來哪一份民調 有顯示出 你們還有六成的民意 不是說賴清德的投票率是 得票率是四成 你們就會把所有 不支持賴清德 或當時沒有投給他 就變成支持藍白 你們現在請問 有哪一份民調 藍跟白的支持率 加起來還有六成 都沒有嘛 反而是現在 民進黨的支持率 其實有人認為 連鍾小平都認為 搞不好是過半的 所以你這樣子竟然是 好像跟你意思不一樣 你就在那邊胡扯 說跟六成民意 對著幹 還有第二件事情 尤其是你曾經選過 總統的人 你知道嗎 前一陣子 美國的大法官 他們也做出一個 非常重要的採地 就是針對川普 他之前的國會 山莊的一個事情 本來被起訴 認為說 你這樣怎麼有違反 國家罪啊 什麼什麼的 那如果這個東西 如果判下去的話 會不會造成 他剝奪 他競選總統 這個資格 大法官後來 做出了一個裁定 那裁定結果 也是歷史性的 就是說 這個總統在做 依照他的職權 所做出的一個決定 然後做出 可能有違反 金魚 或什麼 一個情況之下的話 事實上 不能因此 而剝奪 他的一個參選權 因為他在 依照他的職責 所以換句話說 拜登當時 對這個裁定結果 他也說 這個裁定結果 影響很大 拜登有跳出來說 你是跟一半的 美國人作對嗎 沒有 為什麼 因為憲法 是一個民主國家的基石 所以你可以 對裁定的結果 認為 這裁定結果讓我有點失望 但是你不能 因為裁定的結果 不如一群 你就叫你的人民 跟著整個憲法對著幹 因為你這樣子 等於是毀壞一個 民主的一個機制 上公 上一部 好 所有的小草 要七點半上班 林桃給我七點半 給你清水嗎 感謝支持 全台灣最歡樂 這是含金量最高的 直播政論節目 橫橫抖內幕 收視狂開紅盤 網路播放量突破 兩千萬次 現在我要發出 奶粉 召集令 週一到週五 下午兩點到四點 等奶魚 奶球 一起抖起來 什麼 你下午的直播沒有關上 不用怕 晚間十二點 友善字幕版 等你一起來